我教了幾個全員學生 Kellie是最勤勵的一個 昨天我早回在課室工作 她一早就來了 原來知道她明天要考Tense 所以跟她溫習 請大家看看我怎樣教她 這裡開始錯了 should fail and 那個dead是一個形容詞 動詞是現在式是d-i-e 那past tense怎麽算 不用考慮一點 d-i-e 一定是加什麽 very good e不會加密一個字 寫回吧 記住dead是形容詞 d-i-e-d是動詞 第一次出來 fail and die he fail and die 是 沒錯 好 跟著No.10 他說 受傷的司機 他可能昏迷 去到醫院的時候 on arrival at hospital 醒了 讀 Walk Up 怎麽算 W-O-K very good wake的概式 先生都很喜歡考這些字的 知不知 因為他們小時候都是存在這些字 好 旁邊 記得我講過 如果現在式的動詞 是要體現那個單數還是複數嗎 是吧 she 是單數還是複數 單數 單數 那個take要怎樣 解釋 沒錯 否則又沒有分 告訴我 什麽叫take a selfie 他拍照 但他是怎樣 他拍過廁所的屎坑 還是拍他自己 拍他自己 拍他自己 就叫做take a selfie 自拍 知不知 Katy一天都自拍100次 他有沒有說過給你聽 沒有 沒有 讀一次 take a selfie 這個不懂 這個鬼魂出現在後面 APP 什麼 app app 知不知 也不懂 appear 夠了嗎 單數還是中數 單數 所以 所以 加什麼 加s 對 appear always ask you this question when you are using a present tense verb whether it is singular or plural 究竟那個subject 即前面那個主詞 是單數還是中數 明白嗎 如果是單數 就將動詞轉為單數的方 in this case is appars appear economics 即是說 其實如果你 那些動詞的單中數都不會轉 隨時 那些鬼就會站在你後面 想捏死你 知不知 ok I'm not kidding 為甚麼你們未見過這些字 是吧 那個小Peter 兩歲已經見過這些字 另外還有一個字 mathematics 又是有s的 知不知 不過那字太長了 ok 成20公里那麼長 我們不寫了 bad news 那現在告訴你 壞消息傳播得很快 那這個是一個真理 是吧 這個壞消息 那news是單數還是中數 中數 錯 這個字是沒有分單數還是中數 它的字本身有s 明白嗎 那它就是跟單數動詞 傳播spreads s 明白嗎 這個是現在式單數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叫做no news is good news 將這些成員寫在旁邊 譬如你那天看蘋果日報 頭版是甚麼呢 是廣告的 那即是沒有死人塌樓了 是吧 大陸沒有抓人了 是吧 你明白嗎 高鐵沒有撞車了 你明白嗎 不然它怎會頭版 頭版是維他奶廣告呢 哈哈 你不行 可以不行 你不想作弊 我不行 你不要不想作弊